清明快到了 祭祀有它很重要的功能 你要带子孙去 不要你自己去 有很多人说 哎呀小孩忙他呢我去 那没有意义 祭祀是做给后代子孙看的 就是告诉他 人家那我哪儿躲在那儿 你我哪儿来呢 这才是真正的目的 哪里有什么我去代表就好了 现在是完全不了解这个状况 我最近讲一句话 各位可以做参考 每一年都是孝道的元年 你管他公元几年 每一年都是孝道的元年 那个孝不能去掉 一个人只要不孝 什么都不要谈 你面长得太好都没有用 有什么用 而孝从哪里来 就是祭祀来 这里面学问大得很 不要随随便便把它否定掉了 第二天 三十年 刚才是从哪里有一个灵点 三十年 你们的样子 都不要衝 三十年 你 Lowentr 这就又如何 当你什么都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